你好啊,今天咱们来聊聊第二大脑,Tana Tana是一个备受欢迎的第二大脑 有人说呀,它是Rome Research加上Notion的组合 包含了二者的优点 但实际上之前它的问题确实很多啊 例如说,无法快速输入 它给的实际上是一个Web的界面 这就意味着呀,如果你想打开它 在移动端的话,需要加载一个Web的页面 然后再去输入 估计等到页面打开的时候啊 实际上你已经把想要输入的东西忘光了 不光输入端有问题啊 输出端也很不方便 你如果想把它图文输出的话 那个图基本上都搞不定 到时候呢,得一张一张的拓拽拷贝也是很麻烦 所以啊,我对Tana当时的一个看法就是用不起来 虽然知道它很好 但是呢,输入和输出都很不方便 于是呢,也就一直没有能够真正的把它用起来 觉得非常的可惜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Tana最近一段发生了很大的升级 我们就来谈谈它最近的输入处理和输出 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那么首先我们先说输入啊 它有了一个移动端 这个非常让人振奋啊 移动端呢,大概长这个样 叫做Tana Capture 它上面有六大功能模块啊 分别是扫描 历史啊 这个上传你现在已有的这些东西 然后呢,语音输入 啊,然后是开启照相机啊 随照随上传 还有就是在这里输入一些文本 我比较常用的功能 包括了照片上传 扫描以及语音输入 下面咱们主要看看其中的后两个 从扫描这来看呢 我做了一个测试啊 这个桌上随便的抓来一袋这个口罩啊 然后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它把一些部分去点亮啊 证明这些东西是它的扫描范围 然后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字 进行上传 它上传这个扫描不会把原件弄进去啊 主要就是把它识别出来的文字 上传到它那里面 然后呢,我还测试了手写 但是手写的效果不大好啊 我就不再展示了 正确率也就将将的百分之六七十吧 这个大概是就是扫描这样的一张卡片 但是后来我看到我这张卡片 觉得呀,可能还真不能怪它呢 因为什么呢 即便让我自己去识别 有些字恐怕我都想不起来了啊 这就是字迹过于潦草带来的问题 那么咱说说语音 语音是非常好用啊 我现在有时候这个下楼六弯 戴上个耳机 然后就边走边说 别人以为我在打电话呢 实际上我在写文章 那么昨天啊 下楼六弯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啊 下楼六弯一趟写了多少段啊 实际上是说 说了多少段 那么这些是你在移动段 可以快速录入的方式 但是我们知道啊 这个录入往往要意味着整理 这个很让人觉得麻烦啊 但是现在它呢不一样了 咱们来看看它的整理 首先呢 刚才我们录入了很多的语音 这些语音片段呢 在原先你得自己听写 或者是把它导入到一些其他的工具 比如说飞书妙计之类的啊 现在都不需要了 你看这张图上啊 这里有一个叫做 Transcribe All 这样的一个实际上是一按钮 你按一下它 然后下面你看正在这转圈 这是在干什么 这就是正在识别中 它把你的语音啊 这个直接的变成文字 这是它变成的文字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对应的语音 它下面的文字 不仅如此 它还做了一件事 总结标题 而且还把这一段的摘要 体现在最前面 当然这个这一句比较短 体现不出来啊 你看下面这个 这当然识别有点问题啊 不是旧句啊 张学良故居啊 应该是 但是无所谓了 反正你一看就知道 大概说的是什么 然后这里还有这个压缩之后的一个摘要 放在这里 哎 你是不是以为这样就好了呢 当然不是 我们知道这里面首先来讲 输入可能有错别字 而且呢 你看这里头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啊 这是调用的这个whisper模型 OpenAI的来输出 但是呢 这个我们要写作的时候 你不能弄一堆这种识别有错 有没有标点符号的东西啊 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在这里面可以以某种视图打开 例如说我这里是一个tableview 就是一个表格的视图 然后在这里加一个AI的列 这个列 然后你就可以输入 你需要让它干什么 我这里输入的是啊 你根据左边啊 它自动识别出来这些文字的结果 给我进行整理 并且使用一个整理后新的标题放在这 你可以看到原先里面啊 只有空格分割的文本在这里头啊 巨斗都已经给你标上了 而且前面还进行了总结 我这里还加了一个自动纠正的功能啊 如果在识别的过程当中 有些没识别对 实际上在这里啊 帮我把一道关啊 进行一个修正 这就是它转换之后的结果 这里面的卡片 实际上你可以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卡片 来在后面进行拼接了 你看这个包括它前面的连这个标题什么的都有 对吧 这个完全可以做卡片 我们在这里头看到的这些AI的加持 在TANA里面叫做TANA AI Builder 因为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 别的都叫什么什么AI 它为什么加Builder呢 是因为它给了你充分的扩展 你可以自定义这些按钮 自定义这些列啊 这个相关的功能 告诉它使用哪些上下文作为输入 然后你希望做什么 实际上你的每一次的这种定义 在以前都相当于你做了一个插件 这个是非常的让我感到欢心的地方 这对普通用户来说啊 都用自然语言来书写 是一个非常好的扩展方式 也使得我们使用AI 到了一种和笔记高度结合的形式 那么它当然不仅是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文本啊 给你再举一个例子 这里面我新加了一个列 这个列是什么呢 对左侧的这些标题 请它给我找出来相关的这样的可能的主题 给我列出来 这样的话我不就知道 哪些视频比较好做啊 哪些不好做 这样在我查找资料的时候 也就变得得心应手 还能帮助我去拓展相关的思维 也相当于帮助我做了一个头脑风暴 我们的现在的TANA里面 一个按钮就可以完成的事 还有啊 如果你经常需要给文本配一些插图 现在这些东西全部内置集成 那么它调用的是OpenAI的DALI 例如说我给咱们这则视频 想弄一个封面图 我说一个机器人正坐在书桌前面 认真整理文稿 这个是我们对这个意向的描述 在这里你Command K呼叫的时候 输入DALI 然后呢它就给你把这些列出来候选的命令 我们选择这里面的第二个啊 加了一个Inhanced Prompt 这就意味着它先给我们输入一段提示词 然后再根据这些提示词去帮助我们把这个图画出来 这是它给我画的结果 你要说能用吗 我觉得也能用啊 但是我觉得不够好 好在呢 那个提示词是给我们放在这儿了 对吧 所以我就把那个提示词扔到了Discord里面 调用Meet Journey 这是Meet Journey生成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但是你发现 反正我现在有了提示词 很好的图 这就可用了 对吧 我从里面选了一张 作为咱们今天视频的封面图 刚才我们介绍了输入和整理 整理部分用了AI 下面我们来说说输出 以前的Tana输出可以用拉跨来形容啊 但是现在它提供了一个新的命令 以Markdown方式来拷位啊 我们来看看这是4月份啊 上个月当时这个新推出的一个功能 我当时没注意 因为什么呢 每次我都到里面去找这个Export 结果一直就没有新的 原先那个根本输出不了图片啊 所以我很失望 但是后来我发现啊 这么重要的功能居然不用Export 我使用Copy啊 我对于这事儿表示这个强烈的不满啊 我认为这应该改个名 应该用Export 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这回终于可以在Tana里面图文并茂的输出了 而且它支持连同子节点一起进行输出 给你看看这就是它的这个效果 它直接把原先Tana里面的这些内容 变成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Markdown格式 你把它贴到一个文本编辑器里面就可以看到现在啊 这里头图什么的都很正常 那么下面我们来小结一下啊 今天这则视频里面我给你介绍了Tana现在的一些变化 首先输入更快速 有了移动端啊 功能也很全面 各种各样的输入类型都可以快速来做 然后整理上就不用说了AI加持默认的使用的是ChatGPT 就是它这个GPT3.5的模型 特点是快而且便宜 当然了 如果你已经获得了GPT4的API 并且呢 这个对于价格不是非常敏感的话 也可以使用GPT4 但是呢 它一个是价格高 一个是速度也会慢一些 第三个呢 就是输出上可以图文并茂的输出 这就使得它和后续的文本编辑工具 可以形成一个链路和系统 我觉得这样一来输入输出都打通 再加上中间的这种AI与内容的深度融合 它呢 现在变得已经不一样了 临走之前 别忘了关注我啊 公众号 玉树芝兰 B站 王树易老师 别忘了点赞 转发 加评论 我是王树易老师 我们下次见